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如今我们的生活好了,也有可能会出现大量的消费 但这个时候,人们一般不会选择现金来支付 因为实在是太麻烦了 大量的现金重量也是非常可观的,甚至可怕 这个时候,人们通常会选择银行卡支付 或者是用网络的方式支付 一般不会选择大量的现金 因为带着那么多的现金,真的是非常不方便 甚至也有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意外 不过,那么多的土豪总有一些比较特别的 比如在迪拜,就有一位非常任性的土豪 他准备了300万的现金,准备去买一辆劳斯莱斯 而为了能够使用现金去购买劳斯莱斯 他首先去到了银行,取出了大量的现金 不过这么多钞票,真是看着就觉得非常过瘾 想把这些钱的数量都点清,那才真的是数钱数到手筹金呢 钞票真的是太多了,还要用行李箱装着 看着这么多的钞票从行李箱中倒出来 人们心中也就只有羡慕吧 有钱人的快乐你是体会不到的 果然人们根本想象不到土豪的生活到底是怎样的 而在把这些现金都准备好了之后 他就开始把这些现金放在了手推车里 到达了购物车的地点之后 男子就把这辆手推车直接推进去了 作为专门卖豪车的店铺 这里摆放着各种各样特别奢华造型各异的豪车 不过这些车辆还真的没有引起这位土豪的注意 他一心就想买劳斯莱斯 对其他的车辆也是不为所动 接到他的店员看到这么多的现金也都呆住了 内心是又喜又愁 这么多的现金清点起来真的是太可怕了 不过有这样的土豪的客户送上门 心里自然也是非常开心的 在这位男子挑选完他想要的款式之后 就把这些现金交给了工作人员清点 店里的店员也不吃很多 花费了一个小时才把这些现金数完 这个土豪也成功买到了自己喜欢的爱车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 好了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 下次会带大家去看更有趣的地方 喜欢我的欢迎点赞订阅评论呀 拜拜 拜拜